八仙城包意外到現在快要兩個月了 大部分傷患 他們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的傷口復原和重建 但留在身上的疤痕 需要靠醫療技術來幫助改善 最近有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就有來自美國的雷射疤痕治療專家 特別分享了最新的技術 包紮的傷口下是八仙城包所帶來的傷痛 經過近兩個月的努力 許多傷者陸續脫離危險期 進入第二階段的傷口復原 烙印在身上的疤痕要慢慢去除 在一場學術研討會上 雷射疤痕治療專家也來台 利用新技術幫助傷者重建 這些初期的癒合的傷口 已經發現有一些比較紅腫 一些有疤痕肥厚的一種情況 我們今天就是用了一個新的醫療的方式 拿蘋果來做示範 國際雷射研發團隊帶來的高科技雷射儀器 就是要針對疤痕做治療 希望以過去的經驗 幫助傷者更快復原 最早用在美軍的雷射疤痕技術 如今被應用在臨床治療上 不僅縮短傷者復健時間 也能幫助他們恢復自信 儘快重返正常生活 東森新聞莊生李陳如意在台北報導